起底大沃习米华 上市公司老板 澳门富豪 影视圈大傲每年盈利上百亿 习米华被批捕 成了最受网友关注的瓜 习米华本名周周华 被媒体称作亚洲新赌王 11月26日 at 平安温州发布通报称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以犯罪嫌疑人周周华 涉嫌开设赌场罪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 于2021年11月26日 对周周华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为谋取非法利益 周周华发展境内人员 为股东级代理和赌博代理 通过高额受信 推广赌博业务 提供车辆接送服务和技术支持等方式 手段 组织中国公民富其承包的境外赌厅赌博 参与跨境网络赌博活动 在中国境内成立资产管理公司 为赌客用资产换取赌博筹码提供服务 帮助追逃赌债 协助客户进行跨境资金对付 利用地下钱庄等非法渠道 为赌客提供资金结算服务 逐步形成以周周华为首 张宁宁等人为骨干 人员固定 层级明确 人数众多的跨境赌博犯罪集团 也就是说 台报显示 2021年上半年 太阳城集团营业总收入1.49亿 彭比增长58.7% 归母净利润2.09亿 彭比增长276.3% 早在2019年 报道显示 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 拥有菲律宾和柬埔寨网上赌博拍照 赌场和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 而身在内地的赌客 只要打开电脑和手机登陆其平台 就可看到赌场全景 包括赌场贺关现场发牌的实况 在该赌博平台下注 玩家可选择店头或好一头等方式参与赌博